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说 日本政府昼夜24小时工作 设法营救人质 中山泰秀被派往约旦 负责营救被伊斯兰国扣押的日本人质 他星期二在安曼时对记者说 日本谈判人员在日本记者 后腾建二获释回国之前 不会放弃努力 他说希望后腾和被伊斯兰国扣押的 约旦飞行员能够回家 他没有透露营救人质的具体行动 扣押人质的伊斯兰国组织 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约旦的 一名自杀炸弹袭击的策划者 以交换两名人质 日本遭遇人质危机 已经近一个星期 其中的一名人质 可能已经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斩首另一名人质的生死情况不明 我们联系美国之音驻 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请小玉介绍最新的发展 小玉首先介绍一下 现在日本另外一名人质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和最新的发展 是的 林森 上个星期六呢 在网上公布的一份录像 录音显示呢 刚才您也介绍了 这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斩首了一名日本人质 那么这个组织呢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在释放另一名人质 后腾建二的条件是要求约旦释放一名恐怖分子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约旦政府是否能够同意这一条件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与约旦政府进行磋商 希望约旦政府提供合作 但是约旦政府呢 是左右为难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约旦政府呢 也正在设法营救本国的一名飞行员 被伊斯兰国扣押的一名飞行员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首先为营救日本人质呢 释放恐怖分子 这势必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 不过在两个小时前的日本媒体的一个报道当中提出呢 日本政府透露 约旦政府呢 终于这个同意 在争取营救本国的飞行员的同时呢 营救日本的人质 那么日本有分析认为呢 约旦政府可能是打算要释放两名恐怖分子 来营救本国飞行员和日本人质 不过事态呢 每分每秒都在变化当中 还不容乐观 林三 小毅 刚才我们提到 在日本的这个人质危机发生之前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是有一个中东之行 并且宣布呢 要出资两亿美元援助中东难民 那么随后就发生了 伊斯兰国和日本的这个人质危机 伊斯兰国就谴责说 日本呢加入了欧美的十字军 那么日本社会是怎么看待这一次日本的这个人质危机的 日本社会又是对日本政府今后的中东政策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的 林三 那么在发生人质危机以后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多次表明 日本不会屈服于恐怖主义 今天星期二 他在国会答辩时 也再次重申了日本政府的这一立场 日本舆论呢 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 是否能够营救 日本人质的这个问题上 但是也有媒体开始关注 今后的日本中东外交问题 那么应该说主要有两种意见 就是支持日本政府的中东外交和反对意见 那么支持意见认为呢 日本的石油大部分是从中东进口 那么中东地区的和平呢 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益 参加这个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这是有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 是必须应该坚持下去的 但是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呢 尽管日本强调 日本提供的援助是非军事的 是援助难民的 但是会遭到误解 特别是在历史上 中东各国与日本呢 也保持着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中东各国对日本抱有好感 在这种情况下呢 日本政府的中东外交呢 应该区别于欧美各国 更加注重伊斯兰的历史文化 提供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援助 比如如何解消这个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这样的社会问题 最主要的是不能够失去中东各国 对日本的信赖 第三 好 谢谢小玉 这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 小玉的连线报道